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生病的原因 这边我们分的把它分成三大类 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 就是吃肉类比较多 海鲜等等 动物里面还有动物荷尔蒙 甚至还有养殖的过程中 加上很多的抗生素长问题 这些对我们的细胞 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刺激 尤其是荷尔蒙方面的问题 甚至很容易刺激细胞并变成癌细胞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活 节奏比较快 所以我们会很时常赶时间 然后会面对压力 就是我很集中精神 做任何件事情的时候 我身体就感觉到我已经进入备战状态 就好像要打仗这样 所以我们身体就会分泌一些毒素 会把我们的一些都业力下来 再来就是面对我们现在吃的食物 包括很多的菜有很多的农药 甚至很多的加工食品 像是比如说四处防腐筋 胃筋等等 所以这些毒素进到我们身体 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一定的破坏 那么现今的社会 我们所面对的 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我们呢 在蔬菜水果里面有的 可是我们所讲到的 帮到我们身体的营养 就跟一般所谓的营养 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基本营养不一样 基本营养就是蛋白质 矿物质 碳水化物脂肪等等 这些呢 其实叫生存需要的营养 就是在我们身体呢 闹饥荒的过程中 这些营养就非常重要 可是现在的人 你会知道我们会没有饭吃吗 没有食物吃吗 很少 反正我们现在呢 要针对提升我们明西通 帮到的营养 尤其是我上次所讲的几个原因 所以这样就发现到我们植物里面呢 有一样东西叫做植物养素 它就很好的综合以上的毒素 那么它的功能在哪里呢 除了综合以上的毒素 它还有一个提升营系统呢 消炎加速伤口的抑合 甚至呢 它可以抑制肿疗癌细胞的那个恶化 再来呢 植物养素它有很大的帮助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 当我们压力底下 我们身体产生毒素 我们的细胞呢 就会在半个小时里面下降很多 就是免疫系统的被压抑下来了 下降下来了 那么使用植物养素呢 它可以让我们增病 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上回去 那么我只会有说 在不同的蔬菜水果里面 都有不一定不一样的量 与其现在人那么的繁忙 我们很难说每一天去准备 每一天不同的颜色的蔬菜水果 不同的种类 那么呢 选择就很重要了 就比如说我们吃一粒橙 它有百多种植物养素 那么炉灰好一点 套面都更好 大概有四百多种的植物养素 那么沙漠里面的显然长 它含量近来 有一万多种植物养素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提供免疫系统 很好的植物养素来源 包括西洋省里面的植物养素 对我们整体的免疫系统 来带来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